那我们继续说这个indexing对吧 那主要的核心的思想就是infinity的indexing 就是上次这个图吧 反正你理解这个图是怎么回事 大概就知道它怎么回事了 那他这里呢 做了很多那个数字的估算 对吧 你需要多少存储量 对吧 那我就不细讲了 大家自己去看一下吧 那个数字存储需要多少 那主要这里说了不说去就这个意思 就是你你的key呢 是这个word对吧 大家看这个key就是这个word 你的value呢 实际上就这些status id对吧 那么你存储大概就这么存储了 对就是说你的存储 就是按照类似于这么一个invertedindex 这个你一定要知道什么叫invertedindex 好 这个没有大问题 那么存储肯定是这样的 那问题就来了 你到底是根据什么partition 对吧 那么他这个文章就说了 那你如果是两种选择 对吧 一个是sharding based upon on words 对吧 还有一种选择是sharding based on status object 好我们先讲sharding based on words 什么意思呢 他这里说 while building 就两种sharding的方法 我们又说到sharding了 感觉我们每次讲一个topic 都是这几个话题 但是 对你面试来说就四五分钟 对我来说可能我讲了一遍又一遍了 好吧 然后我们看 while building the index we will iterate through all the words of status and calculate the hash of each word to find the server where it would be indexed 就是说你这里就根据term 就是你这个term 你这个单词是什么 去做hashing 当然不一定要像我这样的 就是我这个例子是a到g在这个机器上 h到n在这个机器上 对吧你可以你可以通过这个term 去这个words 去算出它的hash hash呢 然后就对应它的那个 对应它的 就反正通过consistent hashing 反正对应哪个机器 反正就算 反正你hash就是hashcode 对吧 那么这个问题有什么问题呢 如果一个word太hot了怎么办 对吧 就这个word变成hotspot 是吧 很多人在搜你这里 对吧 啊 the high load will affect the performance of our service 对吧 over time some word can end up storing a lot of status id compared to others 对吧 那么therefore maintaining a uniform distribution of words 啊 while statuses are growing isquite difficult 那么它基本上是否掉了这个方法啊 那么当然它说你可以通过consistent hashing 在做repartition啊 就补救的方法呢 就是说因为如果你根据term的话 可能呃这个term就大家这么看 如果你这个term特别hot的话 你这个id会很想打 对吧 假如说你要知道在一个highly scalable的那种系统里面的话 实际上这里面的document id 不是我这个例子里面那么几个啊 他这可能是millions billions of document id啊 啊 那么id具体会对应的document的本身啊 这个 这个document id和document的本身存在存在另外一个地方啊 反正你可以认为是简单的key value store啊 就这个1对应的是这个document anyway呃这里的话是另外一个存储 是为了为了搜索 这里是为了搜索 对吧啊 其实这个存在另外的地方就是我们前面先讲的那个design twitter 对吧 在design twitter那边 我们是做了一些存储对吧的设计 但是我们这里这个存储呢 是额外的一份存储是为了做indexing的 对吧 是为了做indexing的 那那我刚才说了这里的这个ids可能会非常的非常大 对吧 所以他这里也说了 就是说如果某一个词对应的 假如这个词对应的这个id非常非常大 你可能一台机器都放不下啊 呃这个是确实比较夸张啊 呃但是可能说你这几个词可能特别特别多 对吧 那你可能就要repartitioning啊 那么那么另外一种方法呢 我们讲一下 所以他基本上上面那种是不太推荐的吧啊 那么另外一种说说法呢 就是我们partition啊 呃刚才那个说法我们在看这个图啊 就是如果apple的apple的话肯定是在一台机器上 对吧 如果你搜apple的话 它肯定是在某一台机器上 不会就也就这种时候呢 也就是说这个机器会返回这些ids 那这里之后时候呢 就只有一台机器在working对不对 啊 那么另外第二种partition的是用id来partition 啊 我们看一下啊 就是这个status对吧 while storing will pass the status status id 那么id就是我们要partition的那个 根据什么partition对吧 我们的id可能是零到一千 一千到一千二一千到两千什么的 对吧 这种 那么通过这个status id呢 找到那个server 然后index all the words of the status on the server 对吧 while curing for a particular word we have to curing all the servers 他这里说呢 while curing for a particular word 对吧 那么这里的问题是 它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当这个图啊 通过 比如说我们通过consistent hashing 对吧 我看下后面有没有说啊 那么当你要 因为我们刚刚说了 当你在搜索apple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是搜某一台机器 因为你是根据这个term来做partition的 对吧 但是如果你partition by id的话 也就是说你当你要搜索apple的时候 你需要去所有的机器去搜索 对不对 所以每个机器都在干活 对吧 所以你需要curate所有的server 然后呢 这个server呢 will return a set of status id 然后centralized的server will do aggregation aggregation 对吧 就aggregate的集成 对不对 我们看啊 所以这里它会有aggregate的server 对吧 按这种做法的话 那么就是说你load balancer过去以后 你这里需要每一个请求过来以后呢 比如说你这里有多个啊 因为你这个请求可能是某一个aggregate 某一个aggregate去做这个操作 对吧 那么你这个发过去以后呢 这里发给所有的index server 然后呢 你拿到这个result以后呢 你可能做aggregation 对不对 然后再返回user 那么这个呢 就每个机器都利用上了 对不对 特别是那个hot的word 对吧 每个机器都动起来了 我感觉它这里讲的还是比较浅的 那今天先讲到这 我感觉它这个文道呢 后面还有ford tolerance 还有cash 还有load balancing 不多啊 稍微讲一下ranking 我感觉它讲的不是很深啊 我如果系统设计真的要考的话 可能考的要比这深的多啊 我这里呢 也呃 这里做了个架构图啊 呃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dispatcher aggregator 对吧 那么这个controller什么的 呃 有时间我们一下以后也可以讲一下啊 这个是相对来说比较 比较完整的这么一个比较 呃复杂的这么一个设计方案 那么 那么它这个方案呢 其实就体现了这个 aggregator这块 对吧 aggregator这块 那么 这里呢就是index builder 对吧 假如说有个更新过来以后 有如果有更新的话 它需要通过这些database 这个database应该是 纯那个具体的id和它的document 就我们上前面在说 对吧 哦 不是 不是 就我们前面在说 那个 呃 对吧 你这里这个东西存在哪儿呀 那个某一个document存在哪儿 对吧 这里应该是说 他应该说的是这些啊 存在database里面 database里面的那个 然后同时呢 做index的那个更新 对不对 所以你是先把它存好 有时候你先发了个 你发了个推以后呢 它是先这样存好的 对吧 存好的以后呢 然后做index builder 这个就是 这个是个异步的 也是那个 有一定latency的 对吧 然后再build的index 对吧 就是你发个推呢 现在这里更新好 然后呢 index builder server呢 会它会去 呃 加index 做indexing 对吧 然后你再做search 以后就可以拿到了 对吧 大概是这么一个过程 啊 所以这块某种意义上 是一个异步的啊 嗯 所以会有 所以你 不是说你发了个推 马上能收到的啊 是这个意思 好 那今天就讲到这儿 那么我们下次再继续讲 后面的topic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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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